今天起了个大早 五点多就起来了 因为今天呢 我们要做一道菜 然后呢 要拿到这个跟你一起的讲座呢 也就是今天我主讲的在Fremont 有将近三十个人 二十几个人 在Fremont等我来讲座 那今天呢 我们是十点开始 然后呢 就大概在十二点结束的时候呢 我希望呢 也能够请大家吃点东西呀 今天呢 我们要做鸡肉咖喱 泰式的鸡肉咖喱 那泰式的当然一定要就用这个 绿咖喱酱 这个买现场就好了 因为做很难做 你要买很多种辣椒来炒 还要再把它打 就是把它搅碎 也很辛苦的 然后呢 当然就还有椰奶 椰奶 那这个买这个呢 这个叫做 Coconut Cream 不是Milk哦 是Cream Cream 那等一下我会再讲 然后我们加 除了这个洋葱鸡肉 洋葱鸡肉以外 红萝卜 然后我们还会加九层塔 那这个九层塔呢 我买来以后呢 你怎么知道能够把青菜呢 保存得很好 现在这里跟大家讲这个诀窍很容易哦 你这个呢 就是加了 用了这个 这个器具大家应该都有吧 就是做沙拉的时候 我们要把它做沙拉的时候 要把那个沙拉青菜洗干净了 那这个东西呢 你水加去清扫了以后 清完了以后 最后呢 就会 我们会把它的水液干 那你一拉 它就会滚动了 或者是你用压的 都有啊 很多的 然后停止了以后呢 然后就 会飞出来 然后接着呢 你就把这个水倒掉 倒掉 倒掉了以后呢 就这样盖着 因为呢 青菜其实呢 你要有空气 你看这个 缝隙之中有缝隙哦 然后它是松松的 然后它有点潮湿 因为有剩余的水分 这个时候你把它盖着 整个放冰箱 然后明天呢 你或者是说几天后 你你再来 再来 要炒菜啊 干嘛 这都还是很新鲜哦 所以呢 这个其实是我 前一天晚上 我就已经洗好了沥干 放在冰箱里面 但它可以保存的很好 我甚至一个保存到明天哦 但是呢 我们今天 做完的咖喱鸡之后 我们就会把它加进去 我们做菜吧 我们现在呢 现在呢 开始做呢 先把这个洋葱呢 切成小丁哦 然后呢 洋葱炒丁 呃 加用 因为我们要加椰奶嘛 浓缩的椰浆 所以呢 我们可以直接用那个椰子油 先炒洋葱 炒软了以后呢 我们炒鸡肉了 呃 再炒鸡肉 然后呢 我们要加的椰奶油 椰奶有两种 一种是浓缩的 呃 现在左边这个呢 是椰奶 那右边这个呢 是 coconut cream 是浓缩的椰浆 cream 那要用cream呢 会比较浓 因为我们到时候呢 等一下加了一些这个 呃 茄子呢 它呃 出青菜本身也会出水嘛 所以呢 你加椰浆比较浓呢 你的这个呃 家里饭呢 会味道更浓一点点呢 其实口味上会更好哦 那加了以后呢 我们就开始煮啊 煮大概呃 要加椰奶煮了以后 我们呢 要再加一些青菜 那主要是呢 泰式的这个茄子哦 那泰式的茄子呢 呃 比较小颗哦 那我们在选的时候呢 选那样 尽量选它的颜色 深一点的 这个皮很深的哦 然后呢 切成那个一小块的丁 那切呃 煮了大概呃 煮好了以后呢 呃 尽量的搅拌呢 那可能盖盖子要煮一下 因为茄子呢 通常是比较慢熟的 那茄子煮完了以后呢 呃 我们就呢 可能考虑呢 可以加一点 有颜色的蔬菜啊 呃 那这个地方呢 有时候我可以就 加到这个呃 茄子就好了 那今天呢 因为我们人比较多 这个这锅大锅菜呢 煮很多哦 我们家要 喂很多人 所以呢 我们也加一点点 有色的蔬菜 像加一些红萝卜啦 那红萝卜加进去之后呢 就呃 颜色就会漂亮很多 等一下我们最后呢 还要再加上九层塔 九层塔是绿色的 那么呢 加这个呃 之后呢 要煮个十五分钟 定时呢 就开始煮十五分钟 就差不多 好咯 煮十五分钟 那么呢 煮了十五分钟之后呢 这个呃 在煮的过程当中 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早上的 录制的时候 是早上的这个 六点四十五分哦 那今天呢 我们要去参加的是 我们的这个更年期讲座 我是由Mickey's Kitchen 就是Mickey老师呢 希望能够做这个工艺讲座 希望大家都知道 怎么在更年期的时候 怎么照顾自己哦 那呢 就是今天Fremont 十点钟 那我一大早就起来做这一锅 那最后呢 要加上这个绿咖喱 好 绿咖喱酱 那这个用买现成的就好了 做好了以后呢 您呃 直接加进去也可以 但是呢 因为您搅拌搅拌 菜可能会烂掉 所以一般上呢 我会把锅子里面的 一部分的椰浆拿出来呢 呃 来跟这个呃 这个 这个 这个咖喱酱呢 先搅拌的 呃 松了以后呢 再倒回去 这样子呢 比较容易搅拌哦 就不会说好像 在里面一定要把这个 这么一点 万一没搅拌呢 这个入口吃到一大块的辣椒呢 可能就 呃 Paste 这个是辣椒酱很辣哦 那你如果一口吃到辣椒 就会太辣了 那么接着呢 呃 滚好了以后 我们接着呢 就要准备 夹这个 呃 漂亮的 这个是前一天洗好 那叶子干干的 而且会保持很新鲜的九层塔 那么呢 我呃 夹这里给大家看呢 就有呃 橘色的 又有绿色的哦 那最后呢 最好呢 是我们等一下呢 在加热的时候 要上菜前再加下去 煮一下 才不会把这个九层塔煮的太烂 哦 那这道菜呢 就差不多完成了 好啦 这个泰式咖喱机煮好了哦 然后呢 这个哦 我就带在车上哦 带到那边呢 加了以后我再煮进去 嗯 我再做几乎 煮进去 然后呢 因为这个呢 可能太重了 可能太重了 所以呢 我换的锅子 然后用另外一个锅子带去 那欢迎你呢 来参加这个活动哦 因为 所以我们这个活动呢 有这个 除了呢 在Fremont 今天在Fremont呢 明天呢 我们是在Saint-Mattel 在一个餐厅 台湾市跟那个 柬埔寨的餐厅叫 Kembo-wan wan是台湾的wan Kembo Kembo-wan 那就叫Kembo-wan Kembo-wan呢 是一个餐厅呢 就在这个Saint-Mattel 那我们就要到那里呢 它的楼上 二楼有一个讲座 明天呢 就是星期四 早上的十点钟 明天呢 会在那边有一样 有跟年齐讲座 欢迎你来听哦 那等一下下面呢 就是看完影片下面呢 你就会看到报名表 那如果你礼拜四不能来呢 礼拜六 礼拜六的上午跟下午 就在这里哦 Miggy's Kitchen呢 我也有这个 也有这个讲座呢 早上跟下午讲的内容 是有点不一样 但是都是讲跟年齐 那跟年齐是包括 男生女生都有哦 都会发生哦 那我们希望你能够得到 最好的照顾 对自己的健康 得到最好的照顾 那我们就 等一下见啦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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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y bwd6 by bwd6 by bwd6